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来是回白雪阁给他师父祝寿 我们跟着去干嘛 抢着送寿礼啊 那是他师父 又不是我师父 再说 我妹妹阿金还在莲花屋 她刚到那里人生地不熟 我们都走了 她一个人会害怕 小流氓不愧是小流氓 抠门都能说得理直气壮 学阳 我找小师叔两袖清风 仗义书才 有人相求 她从不拒绝 而你 一个妥妥的小流氓 弄钱的办法多的是 你 也会缺钱 为无限放开江城的肩膀 又把胳膊搭在夕阳肩头 贪累了大半夜 这副身子有点重 需要有人帮忙分担一点 且 还不是你小师叔闹的 这也不许干 那也不能做 在外帮人除碎 别人朝她一哭求 别说收钱 她都有可能给人家钱 你师叔 是一手断我财路 一手抢我钱包 最可气的是 她的失职 还总叫我小流氓 跟着我 难为你了 小星辰略嫌窘迫的微微一笑 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 之前欠让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时候 就算没钱 也有办法吃香喝辣 而如今 两个人的生活 反而有时会捉襟见肘 单纯的小道常说什么也想不到 她的一句跟着我 会在身边两个精灵古怪的少年心中 掀起惊涛骇浪 微无限的小脑袋瓜 在一瞬间千回百转 薛阳跟了小师叔 是自己认为对那个意思吗 这个小流氓 看不出来啊 微无限一边歪头看着薛阳 一边笑得不怀好意 只可惜 甜食又有幼滑的小魔头 还沉浸在被小星辰亲自认证的幸福里 并没有看到魏无限那恶意满满的小眼神 不难为 不为难 我愿意 我愿意跟着你 薛阳忙不迭地表忠心 生怕说晚了 小星辰就会反悔一半 江城 你等等我 魏无限突然发现 自己有点多余 待在这里很不合适 连忙扔下薛阳 追上去 重新将自己挂在江城肩上 云深不知处 蓝湛简单跟蓝老先生和泽吾军说了一下齐山的事 就回到静视 只要一想到 魏无限站在树下一一戏别之际 那痴缠不舍的眼神 蓝湛心里就很不适滋味 情有多浓 离别就会有多痛 留恋处 蓝周催发 指手相看泪眼 静无语凝掩 诗书中的文字照进现实 才能真正体会那种 离别时的难舍难分和欲说还休 好在 距离大婚 也就只剩下短短几日 扶植心灵 蓝湛突然响起 之前魏无限寄存在自己这里的一箱书籍 大婚在即 竟是李氏必要重新打扫 添置一些东西 而这一箱子的书籍 万万不能让他人看了去 在床下拽出尘封已久的箱子 蓝湛又取来一个全新的乾坤袋 将所有的书籍 一本一本地放了进去 这些书籍 等着魏无限入住云深不知处之后 可以慢慢学习 慢慢参考 忘记 兄长 听到泽吴君的声音 蓝湛把手里的最后一本书 放入乾坤袋 这才取身一手行礼 忘记 我一语明觉休 还有阿瑶一节金兰 你看如何 兄长决定就好 前世里 摄日之争以后 赤丰尊 泽吴君 脸方尊 三尊结拜传为一时佳化 想不到 这一世没有了摄日之争 却依旧会有他们三个人的一节金兰 阿瑶虽出身不好 可他待人谦逊温和 忍辱负重 心系众生 敬上怜下 之前 他在清河门下的时候 明杰兄就对他赞赏有加 金光阳说什么也没想到 自己可以与赤丰尊和泽吴君一节金兰 这两个人 都是威震一方 能力出众的世家家主 奉平吉佑 在西门百家享有极高声誉的人 而他 却是出身沟兰院 蓝灵基是未显重视 特意在金灵台给三人举办协议典礼 作为先都 蓝赞同兄长则吴君 一起飞赴金灵台 神明在上 今日 我兄弟三人在此立下重视 上报仙门 下安离树 天地同正 如有一心 千夫所指 天人共怒 如有一心 千夫所指 天人共怒 焚香涉岸 三人面对微微全山 三拜九寇 许下天地为正 日月为鉴的誓言 蓝二公子 怎么没看到我卫兄 聂怀桑 环视了一圈 也没看到云梦江市的人 于是 聂手聂脚地蹭到蓝湛身边 结义一事 并未通知先门百家 蓝湛侧目看了一眼聂怀桑 暗中叹了一口气 他前脚踏进金灵台 后脚就有江燕梨的贴身婢女 过来问他们家 卫公子会不会来 就算别人不提起 蓝湛心中的思念 都煎熬得他 浅时难安 如今一个又一个的人 在他面前不断地提醒 心中的想念彻底泛滥 抬眸 看向金灵台一眼 望不到尽头的阶梯 云梦 莲花雾 于子渊带人在教场 监督那些皮猴子们练功 师娘 大师兄 为什么不用扎马布 一众少年扎了一个半时辰的马布 早已累得额头冒汗 两股战战 若不是自家师娘手里拿着紫电 他们能躺下一大片 等你们的剑法 修为 灵力 叶列都赶上你们大师兄的时候 就爱干嘛干嘛去 不用在这里苦哈哈的练基本功 于子渊 闭静着眼前的孩子们 这一群皮猴 整天就知道瞎闹疼 修为不见长进 叶列成绩更是说不过去 就连平时射风筝的成绩都惨不忍睹 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徒弟 差别就怎么能大到如此离谱的地步 在仙门百家金坛会的射箭比赛上 为无限时回会拔得头筹 叶列成绩更是傲人 可眼前这些人就真的有些一言难尽 众师弟被于夫人丁的大气 不敢出的时候 为无限正带着江城 与薛阳和小星辰在莲花湖边比试剑法 江城是纯正的云梦将士剑法 大开大河间瞬息万变 而薛阳的剑法虽然看不出事成何人 却没有一招花架子实战效果拉满 小师叔 你说他们两个谁会赢 魏无限懒洋洋的 坐在湖边的石头上 看着身边素衣如血的小星辰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 另外一抹轻易出尘的雅正身影 古人有云 一日不见息 四肢如狂